美澳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二登出各國捍衛受到中國挑戰的南中國海領土完整和航行自由 並且說華盛頓將會推動一場國際運動反對在爭議水域的不負責任行為 何錦麗沒有提到中國的名字 但當她強調美國支持菲律賓這個條約盟友時 是要面對南中國海的恐嚇和脅迫 這個顯然指的是北京 她是在一首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巡邏艦上發表講話的 該首的巡邏艦停靠在西部島嶼巴拉望省的公主港 該省位於爭議水域的邊緣 這次極具象徵意義的訪問 是何錦麗在星期一在馬尼拉開始的維其兩日訪問的最後一站 她星期一與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進行了會談 她列舉了美國和國際社會在該地區 特別是在繁忙的南中國海水域的深遠利害的關係 呼籲作出廣泛的努力 力增保障爭議水域的商業暢通無阻 以及航行和飛越自由 何錦麗說美國必須堅持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暢通無阻的合法商業流通 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 她說將會繼續團結我們的盟友和夥伴 反對非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 她說當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在某個地方受到威脅的時候 國際秩序就會在任何地方受到同樣的威脅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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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